各位同志朋友早安 今天是6月24號星期一 我是飛行士忠貞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30分 祝福大家 本週都能夠操作順利大賺 好 那在上禮拜五的 每股市的指數是小幅度的震盪 台子夜盤是下跌了177點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 就像我們在上禮拜所講的 其實說台子夜盤在上禮拜五 下跌了177點 對於說今天的台股來講 一定會有壓力 一定會震盪比較劇烈 但是這絕對是好事 這就是我在上禮拜 一直告訴大家的邏輯 當全子股開始震盪 這才是中小型股真正好轉的時候 因為上禮拜台股非常強 真的是強到爆 好像永遠漲不完樣 只是說漲點幾乎都是集中在 全子股上面 台積電 聯發坑 鴻海跟廣達 當這些大型權之股 漲到它已經差不多合理的價值 就會開始休息 當它開始休息 資金去哪裡 資金就是去第一位接力的中小型股 所以其實我在上禮拜 才一直告訴大家說 這就是過渡期 這過渡期只要撐過去之後 中小型股會比之前又再更強 所以這絕對是好事 今天台股震盪不用擔心 這才是真正的好行情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今天包含說三個重點 如果說以目前的短線上 短線上的多空關鍵價 不是說跌破這個價位就會轉空 而是說跌破這個價位 它可能就會開始在高檔去整理的時間 會拉得比較長一點點 可以特別去做注意 如果說以目前來看的話 目前的最大量的關鍵價 還是落在230 50 所以如果說 其實說這個關鍵價它的用法就是這樣 如果說這個230 50 有來的話跌破 那我們可以反向去四多單 跌破它可能會有比較大量的支撐 那如果說真的一直上不去 它可能就會從原本的支撐變成是壓力 這部分就去做留意 那如果說這個多空關鍵價沒有來 如果是我的話我就不會出手 如果是做指數的投資人 就是說其實這個邏輯是這樣 它是一個勝率最高的點位 那如果這個勝率最高的點位 一直沒有來遲遲沒有碰到 你可以選擇空手 不是說一定要去做進場 所以這部分就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今天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權值股 跟塑化股 可能賣壓會來得比較重 因為在上禮拜五 中國大陸有特別宣布 就是說這個 這個一些塑化相關的原物料 它的這個關稅 反傾銷稅 持續在往後加5年 那其實說對於塑化類股 影響是不大啦 但是畢竟會有一些可能說 情緒上的賣壓 所以今天塑化類股 可能賣壓會來得比較重 包含說台塑 或是說其他的 反正就是塑化相關的類股 今天都可能會有賣壓 那再來就是權值股 因為就像我一直在強調 你說大盤要漲到哪裡 很簡單 大盤要漲到哪裡 我們只要去看權值股會漲到哪裡 你就會知道 那就像我上禮拜一直告訴大家的 你說其實說權值股到底會漲到什麼時候 就可以去抓 你說權值股到底反應到哪裡是合理的 我覺得它的一個合理的價值 它合理的價格就在於說 這些權值股 台積電鴻海廣達跟聯發科 只要反應到2025年的獲利 就明年喔 你說反應到2026我就覺得過頭了 那如果說反應到2025年的獲利 我就覺得它的價值反應的差不多了 可能會在高檔去做震盪 所以這些權值股其實要判斷很簡單 就去看它2025年的價值大約在哪裡 你就會知道它什麼時間可能會開始震盪 所以權值股 可能要稍微去留意一下高檔震盪的賣壓 你就會說其實都反應的差不多了 那反而是值得下去做低階 或是說在今天本週會相對比較強勢的 就是低位階的族群 低位階的中小型股 包含說被動元件 華興科 國具 甚至說像是凱美新倉店等等的 這些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還有像是PCB 如果說以PCB來講 其實我們在之前一直來強調 PCB這個產業它 很大量的一塊應用 它是落在消費性電子相關 那只要是落在消費性電子相關 它的庫存消費時間就會來得比較慢 所以基本上PCB整個產業 它在現在 其實都還算是低位階 因為上半年都沒有漲到 它的爆發其實落在下半年 所以包含說側用PCB 還有包含像是消費性電子的PCB 甚至說伺服器的PCB 全部都可以去做留意 包含說建頂 針頂 金像電 華通 這些全部都有機會 這些都就是低位階 再來就是比較偏向防禦性質的 比較偏向防禦 因為說如果說大盤要開始震盪 全子股要開始震盪 比較偏向防禦性質的族群 它相對一定就會比較強 包含說生技類股 美絲 藥華藥 跟保瑞 甚至說永鑫 這些全部都可以去做留意 生技類股 還有另外一塊我覺得也很值得下去做留意 叫做紡織 因為其實說如果說以紡織類股來講 包含說如虹巨陽 它目前的位階其實也都不高 所以我覺得說以在這禮拜 整個大方向策略來講很簡單 全子股預計會開始震盪 那當全子股震盪 相對強勢的 當然就是低位階的中小型股 所以不用擔心 今天震盪 反而會是一個很好操作行情 所以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包含說在這禮拜 這禮拜的冠軍標股 我們在上禮拜公開 公開推薦給大家的冠軍標股 包含像3305的身貌 包含像5340的 包含像是聯軍 CPO的聯軍 跟像4305的聲貌 有沒有 漲幅都非常非常強 聯軍在上禮拜是大漲了 將近是30% 聲貌在上禮拜大漲了 大約是20%左右 上禮拜的冠軍標股 那這禮拜有哪些全新的冠軍標股 先給大家看兩檔 第一檔是8234的新漢 第二檔叫做4503的金羽 有沒有發現到 新漢跟金羽 都跟紅海有關係 都跟機器人有關係 所以這兩檔可以去做留意 那當然還有另外的三檔 我放在我的LINE裡面 免費的 這是不收費的 免費的 免費的LINE 免費的公開分享 你可以現在用手機 就這個時間點 趁著現在大盤還沒開盤 趕快先去看 看喜歡哪一檔 可以自己下去做操作 你現在就用手機 打開手機相機掃描 我們右下角的QR Code 掃描進去之後 你點主頁 點主頁的按鈕 有這張完整的表格 總共五檔 五檔在本週最有機會的 冠軍標股 你可以下去做留意 這整個禮拜 不是說只有今天 這整個禮拜都可以 持續下去做留意 所以這部分 就給大家去做參考 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整個國際指數 以國際指數來講 就簡單看一下 有沒有 你去看 我上禮拜 我一直跟大家在強調 美股四大指數 相對比較落後的 叫做道琼 但是因為說道琼 他是背著歐股 法國股市拖累下來 因為法國股市政局 比較不明朗 所以法國股市 近期很疲弱 因為說法國股市 主要是內需 主要是內需 他就會拖累到道琼 因為道琼主要也是內需 所以道琼在上禮拜 相對是比較疲弱 但是我就一直告訴大家 從有歷史以來 美股四大指數 從來不可能會脫鉤 不可能會脫鉤 不可能說 S&P500 薩克斯非半指數 全部都在創新高 只有道琼在下跌 不可能 他可能會有時間差 但是道琼早晚會被帶上去 有沒有 道琼真的又轉強了 是吧 上禮拜相對落後 很快又站上月線跟季線諮商 所以道琼一樣是沒問題 那NASDAQ 小福在高檔去做震盪 整體格局也沒問題 有沒有我就說 NASDAQ這麼強 道琼怎麼可能不被帶上去 包含像S&P500 上禮拜五小福震盪 整體格局都是非常強 是沒有問題 跟薩克斯非半指數 以非半指數來講 也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非半指數它主要的權重 是落在台積電ADR 跟輝達 那輝達它在上禮拜 我開始在高檔去做震盪 非半指數它的幅度一定會比較大 震盪幅度 但這整體格局來講 都是非常強 是非常健康 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告訴大家 其實說你看懂整個國際股市 你再回過頭來看台股 太簡單了 好啦簡單看一下羅素 美國的中小型股羅素2000 我就說羅素2000 只要說全值股開始震盪 這叫輝達 Apple等等的大型股票開始震盪 羅素2000也有機會補漲 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現在的日金 目前的日金是開盤中 目前是小漲了0.24%左右 其實整體格局 不算弱勢也不算強勢 它就是在一個橫盤整理的區間 那我一直跟大家說 其實以日本股市來講 它整體的經濟並不差 那它比較大的問題 可能就是日元太過疲弱 那日元太過疲弱 國外資金進去日金的金額 就會來得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說 日金它就只缺個國際資金而已 只要說日元開始增值 日金早晚也會轉強 所以日金這部分也沒有問題 目前是小漲了0.2%左右 所以你看 那以韓國股市 韓國股市目前是小跌了0.13% 小跌0.13% 目前也是開盤狀態 那其實從日金跟韓國股市 這兩大股市來看 你就會知道今天的亞洲股市 相對強勢的 可能會是非電族群 很簡單 因為韓國股市它其實裡面的比重 科技股比重比日金高 那比日金高 以目前狀況來看 韓國股市是下跌 日本股市目前是上漲 所以從這樣的現象你就會知道 回到今天的台股 可能說大型的科技股 全資股 震盪會比較劇烈 那相對強勢的 或是說比較有族群性的 會是一些非電族群 生技紡織遊戲 這些都有機會 所以大方向都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再來簡單看一下這個國際商品 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慢慢的在轉強當中 其實就像我講的就是說 目前的 就以G7的國家來講 G7國家來講 很多歐洲國家都已經降息了 那歐洲國家降息降下去 歐元就會轉弱 歐元轉弱它就有助於美元在轉強 所以這個東西它是一個相對的關係 並不是說美元怎麼突然 往上轉強 是不是 美國民眾對於聯準會降息預期心力 又再往下遞減 不是這樣 而是因為說它這個就是一個相對的 歐元轉弱 美元相對就會變強一點 所以這部分也不影響 那 公債殖利率就像我講的 只要 美國的公債殖利率往下回跌 這對於台股來講 絕對是好事 因為美國公債叫做 全球資產定價之矛 全球資產定價之矛 它的殖利率在往下跌 代表說它的標準 越來越低 股票市場的吸引力 就會變得越來越強 所以美國10年起的公債殖利率 跌越多 對於股市絕對是越有利 是吧 所以你看這種走勢 對於台股絕對是好事 黃金也沒問題 持續看好會再創高 長線 那VIX也沒問題 持續低檔轉弱 以比特幣來講 比特幣跟黃金 所以黃金轉強 比特幣早晚也要過高 這部分都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這樣總結來講 其實就只是 一些美國的大型權之股 在高檔去做震盪 你去看包含像NVIDIA NVIDIA在上禮拜五 小幅度的震盪 那像是博通 博通 在上禮拜五 震盪幅度也是比較劇烈一點點 那這些其實都不影響 就是說它都只是漲多之後的震盪 跟消化它的賣壓 整體格局其實都還是強勢 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既然說沒有太大的問題 就像我講的 大方向有了 回到操作面上來看 這就簡單了嘛 大方向有了 確定說這個趨勢沒有改變 確定它不過就是技術面 籌碼面的震盪跟消化 回歸到我們的操作面 針對低位階的股票下去買進 早晚它都會補漲 來 直接帶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全值股 以目前的全值股來講 台積電 台積電其實就像我講 大家一定要記住 把這句話記下來 全值股會漲到哪裡 你就去看它2025年的價值 那約在哪裡 因為股票它會往後一年去做反應 那只要去判斷出 這檔股票它2025的價值在哪裡 你就會知道它的極限 可能會在什麼點位 會開始出現震盪 以台積電來講 就像我講的 台積電在2024年 預估會賺40塊 那它在2025至少成長個兩成 至少成長個兩成 EPS上看就是50塊 以目前的狀況 那EPS上看50塊 我給一個最保守的本益比 20倍 不是說它只值得20倍 而是說我給一個最保守的就20倍 以20倍來講 乘上50元的EPS 不就是1000嗎 所以台積電在2025年的價值 叫做1000元 當它接近1000 預計就會開始出現震盪 以上禮拜五的收盤來講 970元 其實距離1000 已經距離不遠了 所以我才說指數 預計會開始在高檔出現比較大的震盪 是吧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說 如果說以這禮拜來講 其實這才是真正中小型股 最好賺的時間點 那想了解說 在這禮拜 我們免費的 五檔冠軍標股是哪些 歡迎利用廣告時間 先加入我們的LINE 直接進去我的主頁去做觀看 下半段一樣告訴大家說 今天什麼股票值得下去做留意 我們休息一下 好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48分 台紙期貨下跌了215點 大約是215到220點左右 所以其實說高檔震盪非常正常 非常合理 大家不用擔心 完全不需要擔心 因為就像我講的 其實說指數已經來到了 23000點的位置 23000點的位置 就跌個1% 就跌個1% 它的波動是200到300點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說指數越高 相同的這個百分比 它點數本來就會來得比較大 所以其實說 在可能說當時指數在1萬點 15000點 可能說跌個百點 跌個百點是大跌 那我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指數是23000點 震盪個2到300點 這都叫做小震盪 不用緊張 所以今天拉回來 很多股票都是好的買點 來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所以如果說以今天指數來講 這個點位是有機會到的 23000點 以目前整個價量結構來講 23050 是最大量的套牢區 這部分就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怎麼操作 很簡單 就像我講的 你就把它當作一個關鍵價 跌破可以去做個短多 那漲上去一直上不去 就可以去做個短空 好 那我們再直接來看 所以就以台積電來講 就像我講的 台積電其實它已經快接近了1000塊 那接近了1000塊 它已經幾乎是充分反映了 它在2025年的價值 所以在這個時間 如果是空手的投資人 我不會建議特別再去做買進 不是說都不會漲 而是說它的CP值就不高 你現在買進 你要冒的風險可能很大 那你的利潤 可能就是從970到1000塊 就30塊 就30塊的利潤而已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的邏輯 長線一定是還會有高點 那是說以短線上來講 空手投資人 還會有更好的選擇 那以鴻海來講 鴻海其實也就像我講的 所以鴻海可能會漲到哪裡 一樣去看它在2025年的 價值大約是多少 那如果說鴻海去跟2382的 廣達去做比較 就像我講的 2382的廣達 它目前319元的股價 它以2025年的預估EPS來看 它預估本益比目前大概就是20倍 那以20倍來講 鴻海一樣去做比照 同樣是ODM 那同樣是ODM的話 鴻海在今年預估就是賺 11到12塊左右 我們就先以今年2024的獲利來看 賺12塊給個20倍本益比 就是240塊 所以以鴻海來講 我覺得上漢到240 它可能會稍微的往上去做震盪 那以目前的價位來講 它是還有空間 但是也不大 所以這部分 就下去做留意 那包含像是2454的聯發科 聯發科其實也就像 我一直跟他強調 以聯發科來講 聯發科我覺得說 它反應的程度一定會來 是比較再更大一點 因為說聯發科它在 今年預估賺60塊 2025年預估賺70塊 好那以2025年70塊來講 給個20倍本益比 就大概是1400元 那當然說以IC設計來講 它一定能夠享有 再更高的本益比 但就像我講的 我是給一個最安全 最保守的本益比 就20倍就好 你說它到25倍 這些都有機會 但是我們給個最保守的 就20倍就好 就是1400 所以我覺得說1400以上 不是說它不會漲 而是說1400以上 它的風險就是它的利潤 它的風險就是大於利潤 CP值就低了嘛 所以以全值股來講 我覺得說如果你是 原本就有持有 這些都可以續報 那你是空手投資人 可以再等等 如果有好買點 我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好那去看一下其他 像是說上禮拜我比較強的 3481的群創 跟2409的 2409的友達 上禮拜我相對都強勢 那其實我跟大家說 如果說以長線來講 面板的位階相當的低 低到什麼程度 低到整個2024幾乎都是它的谷底 2025才會正式復甦 那我之前有講過 面板是很標準的景氣循環股 景氣循環股它的營收都是 起起伏伏的 幾乎都是鋸齒狀 它就是可能說 爆發起來了景氣循環來了 旺三年 衰退十年 大概就是這樣 旺三年吃十年 不是衰退十年 所以如果說以整個 面板廠來講 群創跟友達景氣循環股 就是買谷底 因為它的營收是估不出來的 群創跟友達 今年一定是虧損 要轉虧為營難度很高 今年都是虧損 那你要買景氣循環股 就是買谷底 就是買現在 只是說它要放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我之前就跟大家講了 面板目前是谷底沒有錯 但是我不會去買群創跟友達 因為目前都還是虧損 我覺得說它的 風險是來的比較大 那我覺得只要說面板觸底 我反而會去留意 面板後段的面板驅動IC 4961的天域 就可以下去做留意 就是說面板它 面板本人我不會去買 但是我會去看它後段的 驅動IC 天域跟3034的聯用 這些其實都有機會 還有像是說3592的瑞鼎 這些 這些都有機會 受惠到面板的報價 開始觸底 整體營收 其實相對來講 也是比較穩健一點 所以這部分 給大家去做參考 都可以去做留意 那如果說以 整個被動原件廠來講的話 像是2492的華星科 2492的華星科 其實目前的位階也不高 所以可以值得持續下去做留意 還有像是國具也是 整個被動原件廠 因為說被動原件它主要的應用 是落在消費性電子上 那消費性電子在下半年 才是真正的復甦期 所以整個下半年都可以去做留意 那包含像是PCB 因為說PCB整個產業 其實說它的位階也是相當的低 包含像是我們在上禮拜所講的 4958的真頂 4958的真頂來這裡 上禮拜五小幅度的震盪 整體格局其實位階都還是很低 持續看好 真頂包含像是2368的金像電 就像我講的 金像電在200元以下 本益比非常的低 大概不到15倍 這種價格要怎麼跌啊 是不是 所以金像電200元以下 它的位階也都很低 都可以持續做留意 2313的滑通 這也是 受惠於蘋果iPhone16 出貨大幅度的提升 加上低軌微信開始商轉 所以滑通在PCB這一塊 位階也很低 那比較偏向車用版的PCB 3044的見頂 也可以下去做留意 因為如果說以見頂來講 見頂它目前的位階也是非常低 應該說它之前急掌過一段 急掌過一段 那開始消化賣壓 它目前短線上底部也打出來了 見頂就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還有包含像是1795的美食 6446的藥華藥 這些整個生氣股的代表 它也有機會成為 比較偏向防禦性的標的 所以這整個都可以去做留意 好所以不知道買什麼 直接打電話進來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下講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這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急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實施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